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任的韩国总统可能也会很快的感受到来自中美的压力 还有这个俄乌战争后带来的地缘政治和世界经济剧烈变化的一波一波的浪潮 那选权最后的出口民调显示反对党候选人尹喜悦略为领先 那上周国民之党候选人安泽秀宣布退选对于他可以说是神来之助 他宣布支持了尹喜悦 所以在野党在势力整合以后 可能让尹喜悦的支持率从原本的41.9%提高到48.9% 略为领先执政党的李在明 那目前执政党的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 在电视上面有影射影席乐 没有经验他谈到六个月的新手政客当选乌克兰总统 公开宣布要加入北约 刺激了俄罗斯 继而引发冲突 那这番这种俄罗斯入侵是自己找来的 这个谈话引起了韩国社会的这个反对 那不论是执政党候选人 这个文在寅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其实也慢一拍 那在美国的盟友中 他是韩国是最后一个制裁俄罗斯的国家 前美国的国务卿就批评韩国这样做 是让人家感到惭愧和羞耻 那美国公布对于俄罗斯科技出口的管制措施中 大部分他的盟国都获得豁免 只有韩国未来在对俄罗斯出口 关于美国管制的技术和软件产品时 需要美国商务部的许可 那当然为了弥补美国跟韩国出现的嫌隙 文在寅还特别的这个打电话 跟这个泽连斯基通话表达慰问 那乌克兰战争其实在这一次的选举中 也变成一个重要的话题 那最重要的还是 这个美中俄的三方角力 以及引起的国际的政局的包括地缘政治 跟全球经济的变化 越来越被这个这次的总统大选的候选人重视 因为这个引起的全球经济 我们知道韩国跟中国的贸易额三千多亿美金 是韩国跟美国 韩国跟日本加起来还要多 所以这个地缘政治的转变 对于韩国的所有党派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现在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认为 韩国跟中国的贸易这个规模相当庞大 不能够单边的简单的选边站 而是要用韩国跟美国同盟为基础 寻求跟中国的经济合作关系 那但是呢保守的反对党 国民力量党认为 中俄在这个中俄和美国现在对抗的形势已经形成了 那在新冷战当中 那要维持这个关系不选边站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那应该尝试对支持美国 对于这个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 而且对中国的依赖的中国供应链应该适当的减少 甚至呢逐渐的脱钩 那值得一提的是 李在明跟尹齐悦 都没有很好的外交经验 那这个部分呢 跟这个甚至他还比不过Shorts Shorts原来在这个德国的这个政坛上 就已经担任过副总理 那李在明跟尹齐悦 在外交处理上面 是非常的经验相对来比较少 那韩国的这个保守派 就是尹齐悦 他们比较支持者认为 乌克兰原本拥有核武器 弃核后被侵略 所以他们认为北韩很可能从此得到教训 认为绝对不能够放弃核武 因此跟这个北韩金正恩谈契合 是吃人说梦 那尹齐悦如果在九号 这个大选中获胜 也可能要 我现在也为各位观众介绍 就是这一次选举里面 比较出现一些新的东西 就是这一次尹齐悦 本来是比较被归类成保守的 那不受年轻选民青睐的 但这一次他这个竞选这个策略 也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了 那要归功于他最后 为什么能够民调迟迟的 这个反就是反转呢 是因为他也依赖的一个年轻人的团队 这个年轻人的团队叫做Deepfake 就是申伪他为这个Deepfake 申伪这个团队为尹齐悦 创造出来了一个就是I-Jung 这个这个可以说是人造的人物 那让很多的这个年轻的选民 这个支持他 从这个30%的支持度上升到40% 暴涨了10个百分点 那尹齐悦原来一直受到 这个60岁以上的选民坚定的支持 但是李在明是40到50岁 在这个年龄阶层中领先 那20到30岁的这个年轻选民 就变成这一次选战的关键了 那文在寅当初就是因为获得了 这个这一批20到30岁的这个选民 的支持而顺利当选的总统 但是这个因为选前 这个尹齐悦跟李在明 都陆续发生了丑闻 所以年轻人对他们的支持度 都不太好 那尹齐悦在这个南韩的 这个受传统约束的政治中 那他一直被归类成 有这种老古板 很顽固这个的形象 那这一次我刚刚提到 这个deepfake 声这个声味 他就为尹齐悦量身打造 让他这个预先 录制了3000多句话 总共相当于超过 20个小时的声音档跟影片档 那提供这个足够的数据 让这个虚拟的化身 爱运来能够跟这个年轻的选民沟通 那所以这样做了以后呢 这个年轻的选民就觉得 尹齐悦不是一个这个死骨不化 顽固不堪的老人 那有选民 年轻的选民就故意在网上面问了 爱运文在寅跟尹齐悦两人溺水 你会救谁 这个爱运 他是用这个尹齐悦的话 声音来打的 我希望他们两人好运 所以观众要知道 这一次韩国也透过了这个年轻的 这个竞选团队 来迎娶支持 那今年这个以来 爱运这个虚拟的尹齐悦 已经获得了百万的观看人次 而且还屡次的登上南韩的 韩国的新闻头条 那这个对于尹齐悦来说 可以说是帮助盛大 那李在明呢 其实也有类似的这个举动 因为在韩国 年轻人 还有包括中年人 都非常注重怡荣 但是这个男人都会碰到 这个缺乏或秃头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 李在明就刻意的跟年轻人 还有一些母亲会面后以后 他提议要把这个落法治疗 纳入国民的健保 那这个诉求呢 其实相当相当的 这个受到好评 那李在明就特别拍了一个广告 在这个广告里面 他恶搞这个落 这个一支这个落法商业的广告 在社群媒体里面 掀起了爆炸性的回忆 回应回响 那也引起了一些专家 或者是他的这个反对者 批评他这个推动民粹主义 这个是这个选前里面 值得重要的一些观察点 另外一般认为 李在明跟尹熙悦 自身的缺险 自身的缺陷非常的明显 也让中间选民陷入 两害相权 取其轻的这种困扰 那很容易就因为一个事情 发生这个摇摆 那李在明的执政经验 相比以行悦 比较丰富一点 因为尹熙悦他原来只当上 到学历 操纵股价等丑闻 那李在明的妻子更是被爆料 金慧景 他是金慧景 享受公务的特殊待遇 所以在中间选民跟年轻人上面 他们都对于这两个候选人 其实不是有那么有好感 那一开始我提到了 韩国这次大选 总共有4419万的合格选民 那但是因为新冠疫情的扩散 投票前夕也就是在3月8号 新冠的这个确诊病例 创下了32万例的最高纪录 那事前投票因为疫情持续的蔓延 所以韩国也允许事前投票 那事前投票这次也创纪录 达到了36.93 创下了2014年以来 韩国这个选举 首次采用这样的事前投票的最高纪录 不过呢 无论如何人当选 新一届总统都要面对严峻的 非常严峻的形势 一方面新冠疫情加剧了 韩国国内内部的不平等跟两极分化 而被称为这场选举被称为 这个候选人好感度史上最差的选举 那另外呢 也加剧了这一个双方敌对阵营的仇恨和对立 也就是极化 另外一方面呢 中美竞争还有这个突然在这个竞选期间 产生的这个俄罗斯乌克兰的这个战争 都让国际形势的不确定 增加了韩国未来在安外交安保战略课题上面的难度 那另外呢 这个大家也知道朝鲜在最近也密集的发射导弹 而且今天的外电的报道还表明朝鲜可能正在要恢复测试核武 所以新总统韩国的新总统必须还要承担起恢复半岛对话 还有和平的这个重担 那在内政上面又要解决日益恶化的社会不平等 房价大涨还有贪腐 另外还有韩国也是存在很严重的生育率非常低的这样的问题 化解国内政党高度对立 那这些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工作 尤其这个韩国跟中国的贸易 每一年有3000亿美元 那现在这个因为俄罗斯的这个跟乌克兰发生冲突 欧美大举的制裁这个俄罗斯 那中国现在的这个 这个立场有点就是中 说是中立啊 但是以后会不会引起这个欧美相应的 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制裁呢 也说不一定啊 那像这一次美国特别公布了 就是如果这个中国提供俄罗斯这个像芯片这样的这个 这个领主舰的话 那可能将来也会对中国施加制裁 那我们都知道南西 这个南韩国的这个三星 也是芯片的最重要的制造商 那其中这个在中国也有投资设厂 所以未来会面临到一个极其变化多端的一个局势 这也是这个韩国新总统所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根据宪法的规定 这个新任总统会从5月10号起展开为期5年的单一的任期 这个是在文在寅这个当总统以后修宪确定了每一个 就是只能一任不得连任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个美国情报界的领袖认为 中国对俄罗斯这个因为入侵遭到反制感到不安 美国情报界的官员在参加这个国会的会议的时候 就表示尽管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变得越来越紧密 但是中国在看到国际社会反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后 感到不安 情报界领袖还表示 中国正在为没有批评俄罗斯行为而付出代价 那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 他在星期二的时候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一场讨论全球威胁的年度听证会上面表示 在国家安全相关领域 中国正越来越接近成为与美国旗鼓相当的竞争者 中国正努力推动修改国际规范和制度 使其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国而且在多个领域上面挑战美国 特别是在经济军事和技术方面 所以美国情报界仍将中国视为最迫切的威胁 其次才是俄罗斯伊朗跟朝鲜 而情报界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结论 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会持续的拉近距离 那出席会议的共和党议员加拉格尔还认为 北京视这个俄罗斯的伙伴关系为一次机会 借此分散注意力和分化西方国家 同时还将俄罗斯更加的依赖中国 长远来看会增加习近平对普京的影响力 那对于中俄关系 海恩斯在听证会上面指出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结盟关系日益的加强 中央情报局博恩斯 中央情报局局长博恩斯也强调 俄中关系从2019年以来持续发展 但是他还是认为北京对于目前正发生在乌克兰的 这个一切感到不安 不过博恩斯同时的表示 他认为习近平跟中国领导层 对他们敢看到的乌克兰这个情况 感受到这个不安 因为他们没有预料到俄罗斯会遇到这么重大的困难 那博恩斯就表示他认为对于这个普京总统跟习近平的这个亲密关系 可能也会造成中国的生育的损害 而且北京正密切的关注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和经济孤立 那博恩斯还强调 中国正面临30年以来较低的年增长率 那他认为对于危机造成的全球经济的影响 那北京持续的关注 另外呢 这个看到了 北京看到了欧洲跟美国团结一致 反制普京的行动 也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北京来说是一个这个伤害威胁 那多个两党的议员呢 还提到了这一次在俄罗斯入侵行动后 是否会对中国产生这种所谓的模仿效应 Copycat effect 那促使中国对台湾军事入侵或封锁 那针对这个问题 美国国防情报局长贝里尔中将 他也参与了会议 他表示美国在太平洋的威慑态势完全不同 美国确实知道中国正非常仔细的关注着 发生的情况以及事态的演变 但是台湾和乌克兰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情况 那但是呢 中情局的局长伯恩斯还是提醒了 美国不应该低估中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决心 那我们最后再来关注沙特跟阿联酋 他拒绝了这个美国总统拜登的这个电话 那为什么会拒绝呢 我为各位观众介绍从这个参与这次这个通话的 安排通话的这个官员呢 事后透露这个消息来看 拜登这次通话他是要涉及到这两个中东产油国的石油 可以说是增加这个量产出口的问题 那分析人士就认为拜登可能需要和这个沙特跟阿联酋 讨讨讨论引进石油的业务 而且希望能够在处理伊朗问题上得到沙特和阿联酋的配合跟参与 但是这两个这个中东盟友却拒绝了拜登的电话 原因可能是拜登在沙特和野门福塞武装的冲突中 没有给予沙特足够的支持 再加上拜登在当选之前呢 因为这个原来在华盛顿邮报的这个专栏作家 也就是一个沙特这个籍的这个专栏作家 在这个土耳其大使馆这个被被杀害 那引起了这个拜登民主党的抨击 那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是比较 因为沙特跟美国达成了高达千亿美元的这个军购案 所以当时这个特朗普是比较这个 等于说是保护着这个沙特的王储 那因为这几件事情 再加上这个最近的伊朗核协议 因为沙特的头号敌人是伊朗 伊朗核协议 伊朗这个跟美国跟西方快谈成了一个 这个重新达成协议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沙特觉得 这个美国并没有充分的告知 没有考虑到沙特的立场 所以现在这个才会产生出来 这个拜登希望打电话跟这个沙特 跟这个阿联酋两个重要的产油国的领袖通话 但是被拒绝的现象 好了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gjinnews.com 推特atmingjinnews 电视 电视